我曾经两次赴亚丁湾执行货航任务 所以感受颇深 记得有一次 编队发现有三艘一次海盗小艇 从不同的方向向编队袭来 我们立即起飞直升机 前出进行驱离 同时组织军舰高速机动 占领有力阵位 在强大的海空兵力威慑下 两艘海盗小艇转头就跑 剩下那艘小艇不该失败 假装逃跑以后突然转向 奔向编队最前方的一艘中国商船 我们立即指挥直升机 对其进行低空盘旋 紧要射击 最终成功地进行了驱离 之后为了确保这艘中国商船的安全 我们派遣四名特战队员 对其进行随船护卫 当这名中国船长得知消息后 激动地在电台里高呼祖国万岁 当时我正在值班 听到电台里传来祖国万岁的声音 内心也十分的激动 那一刻我更加明白了 作为中国人身后有强大祖国的 那种自豪和幸福 同时也更加清楚了 作为中国军人 要守护同胞安全的那份责任和重担 作为中国人身后有强大祖国万岁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